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现在很困扰的 除了地震 天灾 再来应该就是诈骗 其实没办法解决的诈骗问题 现在又有一个案子 被爆出来是余天 他的女婿被当车手的头 他不是单纯的车手 他是一个算是 这个中间主管的概念吗 被逮了 他当时第一时间被抓的时候 还掏出了名片来 起货200万张款 他说我是余天办公室的特助 大家不知道特助业是 特别无助特别需要帮助 总之还是被带回去了 那警方带回去侦办之后 才发现他的确 他还没发现 他是余天的女婿 他跟这个车手一起去约面交 那当场人脏并火 这消息一传出来 余天怎么做呢 立刻说我要大义灭情 该关多久就关多久 听听他怎么说的 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 不是不只惊讶而已 很可耻 事情不做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我最气的就是诈欺的行为 还做车手的头 真是不要脸 他骂的不是我们骂的NCC罚的话 没有我是说这种词他骂得很重 骂的是自己的女婿 虽然他女儿已经去世了 可是如果对于亲人家人 骂到这么重的形容词 其实说真的不常见 显然余天真的很生气 那女婿设诈欺 余天两周前才退选了新北市党部主委 不是吗 那当时这个苏小慧还特别感谢她 她的仗义 但现在看看是不是在时间点上 有没有一点点的联想呢 外界当然PPT网有很多人在猜测 但当然这都只是猜测而已 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 或直接的连结关联性 但大家都说 那国民党立委徐晓星大姑设诈 绿营群企工资现在 还有难道不选立委了吗 难怪诈骗罪那么轻 不肯修法加重 余天是不是为了这个新北市主委 才弄掉吗 你知不知情多久之前知道 今天才知道吗 这个大家合理的联想 是不是当然是当事人最清楚 但时间点的确巧合之外 那过去并不是国民党 民党没有这样的例子过 除了像在新北市跟苏小慧的竞争 出现突然退选的状况之外 高雄更是常态 过去民党高雄市曾经选行激烈 刘世芳退选的消息 也被说是谣言满天飞 当时在多年前 成局任内的时候 新书花妈心内话 讲到过往派系斗争 然后就被批评说 刀子拿着乱砍 还砍到了叶菊兰 如何如何 最后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说蔡英文 把民党各派系都找来 到官邸里面去直写 为了局系直写 同意让刘世芳退选 另外一说是 新党的青年军王炳中 被检调约谈搜索 说他是中共同路人 很多力挺刘世芳的金主 因为跟大陆有生意往来 就吓到了 因此断绝金元子弟兵 刘世芳民调落后 所以才转为支持赵天龄 所以这张过去民党 就有这样斑斑可数的例子 所以很不能怪 大家会往这里来联想 今天还有一个人有事 那就是柯文哲了 柯文哲在检调方面 已经被列为他自案的被告 其实被告也没什么 也就是说本来有人告他 他就是被告 只是说在侦查他自案的部分 相对的有侦查的必要 所以可以被列为被告 而不是只是证人 那么所以这次他 今天早上开机会告诉大家说 真正要办的是台治光案 这就是典型的违未旧照 为什么台治光办不下去 因为蓝绿都有事 所以跑到金华城这个案子 或者是北势科的案子出来 一起来办 为了要让这个焦点转移吗 那吴子甲就形容说 柯P现在被列被告 没有那么轻松跟简单 因为当中很快 说不定就会开始发动搜索 而这个搜索可能造成的身心折磨 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其他案情的意外发展 就很难说了 他金华城当然被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让利的范围 比方说奖励的土地面积跟比例是不是过高 那这些都是接下来会被指挥真办的重要的关键 如果真的到时候什么被收押 被办 那对民党来说 这个算盘很好算 年轻选票就回到民进党赖清泽身上了吗 2028就稳了吗 也许得票就过半了吗 他们认为因为这个票 年轻选票不会回到国民党 是这样吗 那柯仁哲这个消息 郭正亮一看到就说 其实北市科并不是第一次被爆出来 先前选举期间也有很多人就提过 为什么这次却可以直接成案 或者被爆出来成为被告呢 郭正亮认为 就是因为现在氛围不好 有人要出手了 有人是谁呢 巧欣 那我们看到 当然你最近也一直在被攻击 也都跟诈骗案子有关 同样民党的人也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之下 那不应该去对于其他 包含是于天或是于天的家人 做任何的攻击 因为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负责 他的女婿坐了车手被抓了 那当然就是他要为自己负责 那法律会惩治他 甚至我都认为法律还不够重 我也已经提案修法刑法339条 要加重刑则跟刑度 因为社会大众对于诈骗是深恶痛绝的 那但是呢 显然我的标准跟民进党的标准差很多 今天就有很多的媒体去询问 这一个多礼拜来 对我进行非常多 不成比例 不合比例攻击的 包含像是黄洁 结果呢 抱头鼠窜 都不愿意正面看记者 也不愿意正面停下来回答 跟上礼拜完全不一样 就赶快跑进去 然后呢 他的说法是说 余天讲得很清楚 该关就关啊 可是徐晓星他只说 他只对自己负责 完全扭曲我的话 我第一天就说 我认为要从重量刑 因为我觉得诈骗 真的非常可恶哦 所以他们除了扭曲别人的话之外 还会做什么呢 就是抱头鼠窜嘛 这就是老鼠节 刘采薇就没有讲错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相信余天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很难过 因为还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也很急着要把小孩子带走 那女婿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家人一定气到不行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去搞诈骗 对 所以我是觉得 除非有其他证据显示他知道 不然都应该以无罪推定论 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那当然民进党就会说 要连连看啊 那这个蔡英文跟这个女婿 曾经有同台过 女婿有没有资助过这个 这个余天选举啊 有没有金流啊 要不要检掉去查 然后那个有没有得不配位啊 要不要这个辞掉 有没有银行贷款啊 对有没有银行贷款啊 要不要这个开除党籍啊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不需要跟民进党一样恶心 绿梅为了炒作收视绿 他做了这么多恶心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跟他一样 我是一个会加倍奉还的人 但是我们加倍奉还的方式 是有道理 是有事实 是有根据 而不是做成一个恶心的 绿色蠕虫 好 那至于柯文哲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接下来 就会变成是 一个蛮重要的官司 持续讨论的时间 应该还会很久 因为比方说今天在民众党 过去的党员 也有人跳出来说 那要不要比较高宏安 高宏安的模式来办理 那要不要党细先处分一下等等 但的确对柯文哲来讲 这一关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高宏安是被起诉才停权 现在只是列被告就要停权的话 那徐小新马上 我跟你讲 徐小新现在马上去告发赖清德 那赖清德就要辞当主席吗 对 对不对 所以不是这样玩的 对 再来 其实最近我就说 最近整个台湾的政论圈 就是一位歌手的名字 叫周新哲 一整周都是徐小新跟柯文哲 周新哲 周新哲有谁啊 周新哲你不知道 不是 我说新哲 周是谁 一周 整周都是徐小新跟柯文哲 周新哲 所以我只能说现在的媒体 好不容易抓到这两个人 而且都是命运共同体 都是被被检 他治案 被告 只是一个是贪污 一个是诈欺 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司法他一定会有一个答案 只是这个答案要等多久 如果今天是陈宗燕模式 那你们完蛋了 可能要拖到2028了 陈宗燕查到现在还没有 完全没有结果 那你们就要被淋辞 可是如果 我还去出柜子底 如果比较正常的 比如说像台南市政府议长 三个月起诉 比如说像 盐宽可能了不起一年 比如说高宏安半年 就类似这样的 理论上大概就是半年多到一年 这理论上应该就会有一个答案 那有了答案之后 前面这些指控 就会一翻两正眼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答案 看谁翻车 所以一样的 像这个余天余大哥 今天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只能说很遗憾 因为其实过去我们都知道 余燕奇他在抗癌的过程里面 他结了婚 然后为了生小孩 他不去看这个所谓的 他的后续的这个癌症的复检 结果反而因为为了生两个孩子 导致他的身体 癌细胞扩散 其实这样的故事 已经很难过了 结果余大哥还要去接受 当今天他女婿 卷入这个诈骗集团里面 去当车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只能说 我相信余大哥心里面一定很难过 先喝一看 可是最悲哀的是什么 他居然拿了一张 余天办公室的特注 要注意 现在余天他不是立委 他也没有任何党公职身份 他连本来打算参选党部主委 都退了 最后他都没有要参选 这个余天办公室 到底是哪门子办公室 现在他的女婿还拿着这张名片 我必须说 现在这种名片自己印都可以 他们不见得是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我说 那表示这个女婿问题很大 你表示这个名片有用 平常 当然余天谁不认识 可是我说如果今天这个女婿 在外面真的就是打着余天的名号 到处知道这种变化 经常性的这样做的话 也难怪现在余天他们全家都说 他们跟他还不熟 所以我比较 家家有本来念经 当你今天这个就是你的家人了 即便你的亲女儿已经过世 但是他怎么样 他为你 就是说现在是所谓外孙的爸爸 两个女 对 男孩子的爸爸 一个孙子 一个孙女 所以我只能说 天哥承担一下 这段时间会比较痛苦 宇萱 我真的很比较没有在讲武德的 我就拿一样的理照办理 请问一下你余天 有没有去按过你女婿站 如果有的话你就是诈欺共犯 吃串原饭 那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吃饭 有你就是共犯 你少来嘛 孙子孙女你一定会有的嘛 那你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孙子孙女 给他金钱援助 有没有给他过钱 有的话你就是诈欺共犯 你就要跟徐晓星一样 他还给他挂办公室特殊 那不就是业务合作 所以你曾经帮他打过选战嘛 他有没有帮你打过选战 有没有帮你扫接过 有没有帮你拜票过 有的话不好意思 那他就是共犯 那我们就比照这个逻辑去办理啊 那徐晓星我帮他补一句啦 巧心就算说替自己负责又怎么样 什么意思 今天你们今天是把说 你说他对大一灭亲对不对 对啊 徐晓星也大一灭亲啊 他也讲说说你们这两个 该判多重就判多重啊 从重量行嘛 但今天的逻辑是什么 是你把事情烧到徐晓星身上 不是吗 我们不要大家不要偷换概念 你是把这个东西问题 明明是别人干的事情 而且还不是半职 今天女婿还算是半职 今天是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你把这一件事情 然后说徐晓星又要来负责 这就离谱了吧 今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逻辑 叫于天下跪道歉吗 可以叫他负责吗 有这种逻辑吗 有 确实有 因为按照黄姐的逻辑 就是应该这样做 所以徐晓星说替自己负责 这也没错啊 对不对 他也有批评炸西犯啊 那你今天怎么会说 于天因为我们敢讲 我跟各位讲 如果今天 徐晓星他老公的姐姐 或徐晓星他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拿着一张徐晓星特注的名片 还得了 他今天就得下跪道歉 是 照明家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吗 有啊 报道有说 他那个大姑的先生说 被带走的时候 说徐晓星是我家人 被带走的时候 对不对 就垃圾 还好没有资本证明 就插了一张名片 对 插一张名片 如果刚好他口袋一掉一张下来 那就不保了 对 还好我有证据截图 先骂他一顿 对嘛 他有骂啊 李皇姐怎么不比照这伴理 所以讲白了啦 这些人都从头到尾 就只是为了声量为了蹭嘛 今天该躲的就躲 该散的就散嘛 我可不可以保证 余天他嘴巴上这样这样讲 但你说他最后不会为了 这两个孙子 甚至隔几个月说 孙子还是要有爸爸 咦 这两个孙子 也太子 所以我现在就给了 宽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